胆到十首一次唱 呃 那那个一会儿下课的时候 腾天号你记得给我留言啊 你记得在这里面说一下 你要点什么 好 呃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做了一个 十一期下 我们来 这个这个课程的第四课 当然我们一步讲了40次 因为有两次 啊 今天这讲呢 应该有种 有种不同的地方 就是接下来今天讲完之后 接下来剩下的八次 你们将要考考高考的 也就是说 就可能是我们 这个初中阶段碰到的 现阶段连续讲了40次课 这四次全部是初中的文章 但是后面的八次课 就将见到 正老八经的高考文章 而且这八次全部都选字 全部都选字这个 啊 我的声音有点小是吗 啊 靠近一点 这八次全部都选字高考的真题 所以 剩下八次对大家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啊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也是一个挑战 对不对 怎么给五年级的孩子讲高考题 讲高考文章 但是我觉得其实天下的文章啊 并不是严格 按照你的名顺段来设计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作者说 我我写这篇文章是将来准备给五年级的孩子读的 啊我下篇文章写给高中的孩子读的 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关键是大家把你自己的文学理解力提升上去就OK了 这里面其实唯一存在的难度就是题目的难度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高考题目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难度 高考的文章是一个什么样的 啊这个篇幅和什么样的调性 OK了 那么今天大家还仍然可以非常悠哉悠哉的去读这个初中阶段的文章啊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课 叫做仲春风 仲春风这一课我记得我原来在开那个小短课的时候 就是在我正式开这个大的年课之前 我曾经开过两次的阅读理解力的专讯课程 其中有一期专讯课程里面 我讲过仲春风这篇文章 当然呃那个时候我对于呃怎么去把握这里面的这个人的思维啊 有作者思维我是一直可以把握的 那怎么把握初天人思维 怎么把握这个 包括我后面要讲的乐卷人思维 这个点还没有完善 所以今天来讲仲春风呢 我会更加完善的来讲啊 那从初天人的思维 从约定人的思维 从这个作者的思维上 我们一起来把握这篇文章 同时仲春风这一篇也是2014年的北京市昌平区的中考一模题 昌平是个好地方 对不对 北京的 对不对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啊 直接进入到今天的文章当中 首先看到题目啊 我们讲了这么多讲 你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问题意识了 看了题目之后你要知道的是 中春风 第一 到底是谁在中春风 第二 往哪里中 第三 所谓的中春风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肯定不是真的 买了一个春风的种子 把它种下去 种在地里 肯定不是这么个事 那么这里面的中 这里面的春风 分别代表的都是什么 换句话讲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你要把它扩展成一系列的问题 那当你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搞定了之后呢 你大概就能够把这个文章的主旨 读懂了 那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 你要带着问题去读文章 就是说看到中春风 我们要想 这个文章将要讲的中春风代表的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象征 对不对 一定是一个比喻或者象征 一定代表某些东西 那么接下来就是谁去中春风 往哪儿中 中的春风又是什么 什么叫中 这一系列的问题 是我们接下来在讲课 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思考的 那可能你在读的过程当中 一步一步的逐渐就把这个谜底给解开 只有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读文章的时候 我还不会错过 文章当中非常多的重要的细节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读文章 第一个 三段 不好意思 今天感冒 所以状态不是特别好 那天正好是历春 你要注意这些词就非常有意思 我为什么马上就把就把这两个词抓出来了 因为这个正好 你要去想为什么叫正好 然后历春 他为什么要我要圈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 跟种春风有 种春风是不是表面的感觉就是我把春天 这春天还没到 但是我马上要到了 是这种感觉 所以历春其实正好也是外面的季节的春天的第一天 换句话讲 如果说有一个什么神仙 他要把这个人间啊春天到来是他真的一个神仙给你往里面种下了春风的话 那这一天正好就是历春 那什么叫正好 正好就说明这个 说明他很巧啊 他什么很巧呢 就是季节上的春天的到来 跟某一种非季节上的 这个春风 我们讲春风一定象征的什么 跟他象征的这个东西 刚好构成了一个巧合 就好比说 你这天考的特别特别的惨 发成绩的发卷子的这一天 刚好是天气最冷的那一天 这就是刚好这个天的由来 是吧 我们这就讲虚实结合吗 啊 你内心的最冷的那天 最难过的那天 也是外面最黑暗的这天 是外面最寒冷的这天 这就叫正好 所以这个那天正好是历春 我在读的时候就可以抓到这两个词 为什么我可以抓到 因为我把追历放在了 种春风这三个字上 我会去想种是什么 包括这个春天一定很重要 这个春风代表了什么 就到这的时候 你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接下来我们继续考 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 正好春天的第一天里 我拿着几张稿费单 去邮局 心情很好 好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人是我 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的心情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心情好 这里告诉你 因为我有钱赚了 拿着几张稿费单去邮局 我这个稿子发表了 对不对 稿子发表了之后有钱赚 所以心情非常好 那继续往后看 邮局里的人不多 我前面是个小伙子 正在给家里寄钱 后面是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 代付老花警 穿着破烂 好 这个时候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 跟大家讲 我的心 就是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会重视这个老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会重视这个老人 我知道这个老人 一定比这个小伙子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里有对这个老人的细节描写 我对老人的外貌穿着的描写 70岁左右 代付老花警 穿着破烂 这个小伙子难道没有年纪吗 是不是也有年纪 也可以说20岁左右 难道他就不戴眼镜吗 一定啊 说不定也戴着一个眼镜是眼镜啊 或者说不戴眼镜啊 然后穿着破烂 这个老人我要写 小伙子就不穿衣服吗 小伙子光了屁股在前面 还对啊 肯定不是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不写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这个小伙子不是重点 这个重点一定是老人 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要马上意识过来 这两个人当中谁更加重要 对这个文章来讲 一定是个老人 否则的话 这个作者是不可能 小伙子不去描写 而专门去描写这个老人 就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我讲的作者思维 你把自己换到作者那个位置上 他是怎么想的 他一定是怎么想的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那我们就要把注意力放在老人身上 那你要知道这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人 一个人肯定是我 一个人是 那我跟老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继续看 这个老人是什么样的 他肯定是来取子女的汇款 那这里出现了肯定这个词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作者为什么写 肯定是来取子女们的汇款 你怎么去想这个问题 他肯定是来取钱的 他不是来寄钱的 你怎么知道 对吧 你是不是要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你从哪判断出来呢 这个作者写肯定一定是因为他有一个判断 他的判断一定会交代在这个文章里面 如果他的下上文没有 就一定在他的下文 所以这个句子一出来 你就要知道这个作者对老人的态度 但作者心里这个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通过什么来判断 通过上下文 我们看上文说了老人 上文说的是70岁左右 代付老花镜 穿着破烂 这三个描写当中 哪一个可以让你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个老人是来取钱的 而不是来寄钱 他肯定是穿着破烂这个词 对不对 这个老人穿着很破烂 说明他没什么钱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由这个点来断定 这个老人肯定是来取钱 换句话 我们再看后面 就是前面 再看后面 他手中还拿着一张报纸 我扫了一是河北农民报 我从来没读过的一份报纸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作者 你要注意 我是个写文章的人 我没读过这个报纸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报纸不入流 说明这个报纸很小很小 同时他的名字也非常的 也非常这个普通 非常的朴素 河北农民报 关注这样一个很low的报纸 对吧 那从他的所有的描写当中 我们知道其实哪一个可以 这东西可以判断出来 他肯定是来取货款的人 就是第一他穿着破烂 第二他在看着一份很不入流的 他手里拿着一个很不入流的报纸 由这个 这个同时又是一个老年人 我来推断的是 他是来取资你们的汇款 这个人一看就不像个寄钱的人 对不对 就好像饭店里面一下子进来 个人穿着破破烂烂的 你瞬间断定这个人是个要饭的 不是来吃饭的 通过什么来断定 通过他的衣着 通过他这个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吧 所以我在这儿是可以给你出题的 我出的题目就可以是 作者为什么肯定的人是来取资 这款的能不能达出来这个题目 你看这就是阅读理解 肯定这个词可不可以去掉 对不对 你怎么理解这个词 肯定其实表示的是作者的推断 但同时他又表示的是作者非常确切的一个认知 他怎么凭借什么来认知的 得到这个确切的认知 就是凭借前后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就是肯定这个词 就是我们怎么去理解文章 文章里面作者说的每个词 每句话几乎都有他自己的考虑和含义 甚至有一些话是他不自觉的说出来的 你能不能够把它推断出来 能不能够还原到作者的位置 这就叫作者思维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老人的外套游字斑斑 反正又是一个 对吧外套游字斑斑 穿的很破烂 手中拿个河北农民帽 这些都使得我觉得他是来取 他是来这个取子女的规划 然后我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你要注意我对他的态度 我不由得占远了一些 以免蹭脏自己心埋的宝字斑 我不由得占远了一些 说明我对这个人保持了距离 说明我对这个人保持了一个不屑 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对他表示不屑 我对他表示这个不以为意 我觉得远远一点 省得弄脏我衣服 蹭脏了我的衣服 我是瞧不起瞧不上这样一个老人 这就是我对这个老人的态度 来这个收钱的人 我是个来这个搞费单去邮局对吧 然后好去取钱 这样一个人 老人是一个缺钱的 挣不了钱 生活条件很差的 从文化到物质 我都感觉完胜这个老人一筹 那么这个中春风就很有意思了 中春风到底是谁向谁中 是我中给老人还是老人中给我 你如果稍微有一点经验的时候 你就知道写文章的这个方法 写文章的这个文章之道 一定是把重点放在后面的 就是前面永远是铺垫 从来没有说 一上来就说 这个人看上去能赢 结果这个人真赢了 这就这篇文章永远没法看 永远是前面是个铺垫 这个人看上去能赢 后面没想到赢的是那个 弱不禁风的人 这个文章也是一样的 看上去前期给你铺垫的是 我文化层次高 生活水平高 我的见识广 这个老人对吧 拿个破报纸入流 然后外套游字斑斑 穿着很破烂 带个老花镜 看出来取钱 好像说老人远远的低于我 但是后面必定必定的会写 这个老人给了我 给了我很多的东西 就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阅读者 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大连隐约约的可以猜测 这个种春风很有可能是老人 种给我 而不是我送给老人 但是这里面具体的春风是什么 我们还是不知道 这个种到底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还是要带着这样的问题 继续往后看 但读到这儿 我们起码已经知道了 这个文章的两个人物 对不对 两个人物的形象都已经全部出来了 这是第一印象 来去看第四段 我正在带着MP3耳机听着音乐 老人忽然伸出手 我忙摘下耳机 他说姑娘 麻烦你帮我取张会宽单 这一段里面的这两个人开始发生交集了 前面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 其实是在交代背景 这两个人并没有直接的发生一些碰撞 对不对 但是第四段的时候 这两个人开始发生碰撞交集 说这个老人突然向我伸出手来 为什么他写忽然 就是这些词 全部就是我说每一个文章里的每一个词 我几乎都可以给你出题 比如说为什么他写忽然伸出手 忽然一方面是老人好像前面没有什么预兆 突然间就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其实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前面根本就没有关注这个老人 我这离我远一点 然后我就戴着耳机听自己的音乐去了 老人很可能是慢慢的向我伸出手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我根本不在意 在我看来就是突然有着手伸到了我的面前 所以忽然这个词 其实除了说老人的行动 有可能是很突然的很意外的之外 更写出的是我对老人的莫不关系 因为老人的不疑问 突然这个词伸出手来 我盲摘下耳机 我为什么盲摘下耳机 难道是因为我对老人的恭恭敬敬吗 是这个国家领导人过来跟我握手 我连忙伸出手来 这种盲并不是 是什么 你能不能体会一下 他前面 前面说这个 我很嫌弃这个老人 我害怕的别弄脏我衣服 这时候他突然朝我伸出手来 我连忙帮耳机站下来 这个连忙是光芒不迭的 生怕你 我的反应慢点 你真碰着我了怎么办 是这种感觉 就是这个盲 所以我这些每一个点 我都是可以定出的 对不对 就是你真正的理解这个文章 你要真的深入到文章当中去 站在作者的维度上去体会人物的 这个心 或者为什么加这样的一些 那你就知道你写作文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子把你的人物形象刻画 人物的心理用这样的一些忽然盲 甚至都是一些副词 忽然 一些这样的词 我连忙摘下耳机 用这样的一些词 来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内心 这就是写 他不见得非得写 我摘下耳机 我很嫌弃的摘下耳机 都不用 用一个连忙的忙字 就表现出我嫌弃了 好 我们继续看 他说姑娘 麻烦你帮我取账 你这个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蛮懂礼貌的人 对不对 蛮懂礼貌的人 麻烦你帮我取账 这是这个话 听出来这个老人又一个心 我拿了一张给他 那说明我 因为我是怎么样的 我是一个就是当然我有点嫌弃你 但是我还是一个正常人 一个说见了见了老人之后 老人说姑娘麻烦你帮我取上混款摊 我一个大耳瓜子就扇过去了 我不是这样的很混账的人 对吧 我是一个正常 行吗 又说姑娘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人老了 戴上花镜 怕写错 这个地方 这个句子出来 你知道我读到这 我马上就明白什么了 我马上就明白 为什么他的衣着当中 前面他的外貌描写当中 有一个词叫做戴着一副老花镜 这个老人难道非戴老花镜不可吗 其实你想我如果要写一个邮局里头 老人 我为什么要去写他戴着老花镜 就是因为这个老花镜是有用的 我这里其实暗示的 戴老花镜是为了干嘛 是为了他自己给人填东西 为了写东西 所以他才带着老花镜来 对不对 万一人家不帮你 你是不是还是得自己写 所以他带着一个老花镜过来 人老了带上花镜 也怕写错 我有点无可奈何 但看他恳请也只好聪明 然后我就觉得吴雨不想碰 不想跟你有什么交集对吧 你最好别碰着我 但是看这老人这么大年纪了 年纪一大把七八十岁了 然后又又非常的恳求我 到哪里 就照报纸上印的地址 这个时候这个报纸的作用也出来了 这报纸 明它是后面有用的 后面印了个地址 你发现这个老人竟然不是来 竟然不是来干嘛的 不是向他推掉了一个说 他肯定是来取钱的 不是来取汇款的 而是去寄钱的 这个报纸上面写的就是 他要寄到哪里去 所以你在这儿 你能不能够体会出来写文章的要义呢 写文章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往文章上去写的 很多同学写文章的时候觉得 我写我妈 我妈穿什么 我相信我妈真的穿什么 我就真的怎么写 我妈戴眼镜 那我就写我妈戴眼镜 其实不是 写文章是你的每一个点都是有讲究的 每一个点都是在后面要用到的 或者有一些暗示的 或者符合这个人物的形象 心理性格特征的 这个老人就就真的就只是戴个眼镜 穿个破烂衣服 拿个拿个不认识的河北农民报吗 这个老人没穿鞋吗 穿了呀 老人老人为什么不写 他穿了个什么样的鞋 对不对 这个老人长什么样 这个老人脸上没有五官吗 女娃为什么不写 跟这个文章后面要讲的东西 跟他所能表现这个老人的特征没关系 所以才不写 明白这一点 那反过来讲 也就是说 既然他写的一切东西都跟这个文章想表达的 作者真正想说的话有关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他就会考你 比如说这个报纸是什么用 这个眼镜有什么用 他为什么要写老人穿着破烂 他就是反过来让你去 推测这个作者当初是怎么想的 这就是我讲的作者死 好我们继续往后看 他指着巴掌大的一篇文章 为什么叫巴掌大的一篇文章 巴掌大大不大 肯定不大 那不大的一篇文章 在一个很小的我都不知道的河北农民报的这样一个报纸上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事 你想一个事登在了一个巴掌大的文章上 而且这个文章出现在的是一个没什么人知道的报纸 这个报纸又很龙又很层次又不高 又叫河北农民报 对吧 就这么不起眼的一条信息 这个老人都已经看到了 说明这个老人是广泛关注这些事情 好我们继续看第七段 我很快看完了那则山情的报道 你要注意这个词 那则山情的报道 这个山情是谁山情 有三个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文章山情 第二可能老人山情 老人觉得这个文章山情 第三个可能是我觉得这个文章 ABC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我们可以在自己心里有个判断 我给你的答案是 这个题肯定是C 肯定是我觉得他山 就是这个文章山的山情是一个客观的事 这个老人是一定不会觉得他山情 你知道什么叫山情 山情就是明明没有到这个份上 你拼命把他给删户起来 明明没有那么痛苦 你非说哎呀好悲痛 明明没有那么感人 你非说哎呀呀 就各种营造 各种让他显得很感人 这就叫山情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报道的评价 我看完之后的评价说 那么山情 意思就是 这个东西真的有那么感人吗 真的有那么好吗 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未必 我觉得肯定没有 我觉得这是别人故意设计的 对不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是什么呢 原来是说某个小女孩 父母去县城卖菜的途中 他出了车祸 肇事司机之间没有消息 他只好跟着80岁的奶奶生活 学费生活费都没有着落 那这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很惨很惨 这个很惨就是父母双亡 然后呢 这个又很惨对吧 然后呢最好跟着这个奶奶生活 结果奶奶年纪又很大了 结果呢生活费也没有 学费也没有 但是对这样一个很惨的事 你注意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的评价是煽情 除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一定是一个 世故的人 我一定是一个 世故老道 或者有一些冷漠 对世界充满了 信任 对不对 我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哎 我怎么这个冷漠打成老魔 错了 错了 世故老道 冷漠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信任的这样的人 就我看到一个很惨的 行了 也肯定是煽情的 结果你看老人的评价 老人说 多可怜呀 这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人是一个 充满了同情心 充满了信任感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很好 很善良的 这样的一个人 这是老人 所以你读到这儿 你再回过头来想 我跟老人的这两个角色 是不是更加有意思 更加鲜明立体 前面讲到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 高级知识分子 一个有钱的人 至少不缺钱的人 老人是一个缺钱的人 穿得泼泼泪的 没什么文化的人 但是 我的这个高雅的背后 是一个世故的 老道的 冷漠的 对这个世界 充满了不信任的灵魂 而这个老人呢 破破烂烂的 很穷困的 没什么文化的背后 却是一个真诚的 充满了同情心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 充满了信任感的 善良的人 这两个人在这里 就开始发生碰撞了 老人说多可怜 我说骗你呢 大伯 对吧 第九段 我说骗你呢 这肯定是骗子 又一个肯定 这肯定是骗子 连照片都没有 哪能写 那是假的 怎么能信任的事呢 我对这个社会是充满了不信任感 对不对 老人很固执 老人很固执 老人是充满了坚定的信任 就很固执 肯定是真的 以前我也寄过 人家都给回信了 以前我也寄过 人家都给回信了 就是说明他干这事不是第一回了 那你就明白他这个为什么穿着破烂 为什么带个老花镜 但老花镜是因为他干这事干出经验来了 经常自己借 可以带个老花镜来 对吧 为什么穿着破烂 除了收入少 是不是他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很多钱去帮过别人 所以你看这里面整个文章是一体的 你一定要前前后后全部联系起来去想 他能够把整个文章读通 为什么整个文章是一体 因为作者在写的时候就是一体 他写的时候从头到尾 他是贯穿 他是贯通 所以你在理解的时候 你后后要贯通起来 以前我也寄过 人家都给回信了 你说要是有活着的办法 谁会这么求你呢 老人觉得人是有尊严的 但凡是能活得下去 但凡是怎么着 一定是过不去这个坎了 对吧姑娘 这是老人的心理想法 结果我的时候 我肯定骗你了 照片都没有 老人说人家 但凡是能活得下去 谁愿意这么求你 再说我以前也记过 老人都给我回信了 好第十一段 我抬起头来打量着这个猛然打动了我的老人 你注意这个猛然打动了我 是什么打动了我 是这句话 一道话 因为在前面的第九段 还是我再很不屑的跟这个老头说 假的 这第十一段就猛然打动我了 那什么打动我 那什么打动我 第十段打动了我呗 是不是很简单 因为你想第十段 他这里面说的什么东西打动了我 是这个老人的诚恳 真诚同情心 善良的心对吧 信任感这些东西打动了我 仅仅是这些吗 并不仅仅是 如果这个老人是一个腰传万贯的富翁 恐怕也不会这么猛然打动 你看后面他就开始告诉你 这个人其貌不严 甚至是寒酸的 所以你看 他已经从后面告诉你 前面他写的那些特征是什么 就比如说前面 我一定出一道题 我说这个作者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时候 对老人的印象是什么 你可能从前面的那个字眼 到底能找出来的是 什么穿着破烂 哪个报纸 带个老花镜 这是表面的 但如果找一个词 那肯定就是寒酸 他在第十一段出现了 这文章前前后是贯通 他其貌不扬 甚至是寒酸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 这个嫌弃他 对不对 看开着双手老简重 为什么要写双手老简重 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写他干的是体力活 没什么文化 而且挣个钱也不容易 对不对 挣个钱也不容易 这个干的是体力活 为什么老人叹口气说 小的时候家里穷了 要不是别人帮我 我肯定活不到现在 就是说 你就知道这个老人 他为什么要去帮别人 一方面是他被别人充满了同情心 信任感 他很善良 另外一方面是 他是去向这个社会报温的 别人帮了他 所以他也要去帮别人 他就会去想说 如果不是有人帮我 我活到现在 那我现在帮帮别人 对不对 我能够感同身受 人家的这种过不去这个卡里 好 第十二段 为了保险起见 我拨通了那家报社的电话 他们不仅知道老人的大名 还说他每月都要进去 他们对他非常 说明这个老人是长期关注 我为了保险起见 我说是不是个骗子 我再确认一下 结果发现 这不是而且这报社说老人 每个月都会进 大家都非常感动 感激这个 老人每月的退休金只有500元 但是那天他寄了300元 超过了他的退休金的一半 分之三 300元对我而言无所谓 一篇文章的稿费而已 稿费而已 老人说下个月我还要紧 让他们组婚礼 起码能吃饱了 每天去 每个月都去帮助别人 这是这个老人讲的话 下个月我还要紧 稍吃点不要紧 起码能吃饱 让别人的组婚两个人 你知道这个时候 这个老人就在逐渐的影响 这个作者 这个我了 这个为什么 这个我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题目叫重春风 讲到现在这个春风 这俩词都还没出 但是这个文章一定是 已经在跟重春风有关系了 要不然的话 这题目为什么叫重春风 对不对 肯定到这为止 已经非常有关了 那你知道 重春风是个人把一个东西 把春风的东西 重在另外一个图上 那中间的这个重的动作是 我们这个文章 讲到这13段了 讲到这了 千千后后你讲 你想这个重 是一个什么动作 然后是祭钱吗 肯定不是 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这个老人在 在帮助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把这个信息 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 对不对 那后面是不是有可能 我知道一些 这是我们想到的重春风 可能 好 咱们要继续往后看 如果不是亲手填写这张汇款单 很难相信 一个也刚刚吃饱的人 正在把钱 寄往一个更穷的地方 我为什么很难相信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事故老到冷漠 对世界充满不信任的 如果不是因为亲手填写 我是很难相信 那一刻 我的心隐隐不安 为什么不安呢 哪一刻我的心不安呢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想 为什么不安 你肯定要去找那一刻 是哪一刻 那一刻就是 我听完老人说了这些话 并且看到 并且我亲手填写了 这一刻 对不对 那这一刻发生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 我亲自看到了 有一个人 他自己也没什么钱 刚刚吃饱 然后就500块钱 然后就把300块钱寄给别人 去帮助别人 那为什么我心里不安呢 不安是因为我自己 做错了 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肯定就是我跟这个老人的对比 所以我的不安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老人做的这些事情 并我感到 这个老人很了不起 但是反观我自己第二个原因 反观我自己 我做的是什么样的 我是一个写稿子的人 动动手指就能赚不少钱的人 老人是一个充满了满手劳减 要进行辛苦的劳动的人 对不对 那这个老人要进行辛苦的劳动 才能够拿到的钱 这么一点点的钱 他却寄出去了那么多 而我是一个动动手指 就能拿到不少钱的人 我却一毛不拔 我却不会去帮助别人 这就是我感到不安的原因 我觉得自己跟老人比真的是 做的太差了 所以那一刻我的心 好我们继续看 一个买瓶CD香水 CD香水是什么香水 我也不知道了 我也不喷香水 就要花上千八百的女人 那这个女人是谁 那肯定是这个做的自己 是越来越爱自己 这个爱自己叫什么 是不是叫自私 你看在这里 而且买瓶香水就要花上千八百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追求奢华 对他人却越来越铁 冷漠 这三个词就是我之前的那个我 我在遇到老人之前的那个我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一个这样的人 事故老道 对世界充满了不信任 然后对他人充满了不信任 同时追求奢华 同时自私 同时冷漠 这个是我 然后第十五的 那天我领取的稿费将近两千块 我也要 我也要了一张汇款的 写了同一个地址 继续领一点钱 我领了不少钱 对吧 然后我也要了同一个地址 也继续领 老人非常感动 一个劲的说 姑娘我替他们祖孙俩谢谢 这老人反而非常感动 这老人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其实我做的这个事情 跟老人做的事情相比 谁的更让人感动啊 肯定是老人的更让人感动 那为什么在这里老人非常感动 因为其实说进一步说明 现在能这么做的人太少 这个老人知不知道这么做的人很少 能这么做很可贵 老人是知道的 这个老人是知道的 给素未平生的人寄钱 所以这件事情 在这个当今的社会上是很少见的 所以这个老人才非常感动 但是反过来说 这个老人明知道没什么人干这样的事 他自己生活这么苦 他还每个月坚持去干 是不是更说明这个老人的难党可贵呢 你看整个文章 它是一体的 它是缠绕的 写得非常好玩 然后这个老人一个劲的说 姑娘我替他们祖孙俩谢谢 很高兴 我连忙摇头 不用谢 哪里用他替陌生人感谢我 我才要感谢他 好这里 他为什么感谢我 是因为我给这些陌生的 两个陌生的祖宫寄去了钱 我帮助他们 他觉得很感动 同时他也觉得自己被信任的 那为什么我要感谢他 这个老人帮了我什么 可能说因为老人帮我花出去了一本 老人帮了我什么 他后面是他那种本真的善良 本真的善良 这就是对老人的描写 文章里面有太多态度 作者直接表达对这里面人物的看法的词了 只不过他会散落在文章的不同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是要脑子里面有根弦 碰到这种词 就揪出来 对吧 老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本真善良的人 六次这篇文章里面就直接能找到了 对他这种本真的善良 唤醒了我心中一度被遗忘的东西 那你知道我心中一度被遗忘的东西是什么 可能就是信任 爱 善良 对吧 同情 就这些东西 这个社会有时是冷漠的 斤斤计较的 六次突出现冷漠 斤斤计较 那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之前的我的样子 那只要你敢爱 敢信任 你看这个老人就是爱 信任 他就会是热情的 柔软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叫这个社会 有时是冷漠的 但是只要你敢爱 热情的 柔软的 这个话 你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会变的 什么时候是冷漠的 就是你不敢爱 不信任的时候 他是冰冷的 坚硬的 冷漠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敢爱敢信任 他可能就会使得这个社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就是这个第十六段里面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好 第十七段 那读到第十六段 我再说一句 读到这的时候 其实整个文章的主题 已经基本上出来了 那就是我 他讲的这个事 就是我受到了一个很穷的老人的影响 这个老人的爱 信任 热情 同情心 善良 本真的善良 唤醒了 对吧 我心中的这些 本来有 应该有的 使得那个冷漠 自私经济计较的 老道 世故 不信任的我 变了 那这就是这个文章要讲的这个事 这事其实已经基本上讲完了 但是我们那个大问题一直没有出现 就是说 种春风到底是什么 那你结合这个中心 结合他讲的这个事情 你来理解你觉得种春风是什么 不就是老人往我的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 使得我也变得热情柔软了起来 这个东西就好像是动下了春风 对不对 那你再去看第17段 外面春风乍起 心里的春天也悄悄的来了 哎呦 这个太俗了 这个就是大家平时写文章的时候 最常见的一种须时结合 外面春风乍起 正好心里的春天 心里正好发毛 外面也晒得要死 心里正好是寒冬 外面正好天寒地冻 这常写这样子 但是在这里心里的春天也来了 心里的春天是什么 当然就是指我的心里变得热情柔软 感爱感性 我想起了三毛的一首老歌一亩田 这个歌是三毛田的词 就台湾的一个女作家三毛田词 好像是奇遇唱的吧 我没记错了 忘了就起 奇遇的姐姐 奇遇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 用他来种什么 用他来种什么 对吧 种桃种礼种春风 就是他就讲到了这首歌的歌词 然后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春风怎么可以中呢 所以这个中春风啊 春风怎么中 但是那天我在风中走着 你说这个风是什么风 我突然间知道春风是可以中的 那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 为什么我突然知道了春风是可以中的 中间发生了什么 中间发生了就是前十六段跟你讲的这个事 所以你实际上要回答的 要回答我 我刚才那个问题说 我怎么知道春风可以中的 或者说中春风到底是在干什么事 你要知道前十六段里我收获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件 我明白了什么 我明白的这个事 就是我想说的春风是可以中的 那前面发生了什么 我明白了什么 明白的事就是在第十六段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是本真善良的 敢爱敢信任的 他就会 他就会影响其他的人 就会影响其他人的心 使别人的心也变得敢爱敢信任 热情柔软 这就是我体会到的东西 那这是一个东西 你放在这 另外一个东西 我告诉你说 我体会到的这个东西 象征性的表达就是 春风也是可以被中的 那前面其实讲的是 爱和信任 热情 这些东西是可以被激发被影响的 那后面就说春风是可以被中的 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春风 春风是不是就是人心里的爱信任 这种这种善良 这种同情心 这就是我所谓的春风 那什么叫中 这个中就是指用另外一个 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去影响它 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第42讲的题目 中春风 你就明白了 是谁在中 这个文章里面是这个老人在中 像谁中呢 像我 像我这个年轻的 不是我啊 是这个作者 这个年轻的女孩 像他在中啊 对吧 怎么中呢 用自己内心的这种爱和信任去影响别人 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动感化别人 这就是中春风 那么再反过来看 老人的那个春风又是哪来的 他心里的爱和信任是哪来的 你不要以为没有 没有 在哪呢 在这里 要不是别人帮我 我肯定活不到现在 这个老人为什么心里面充满了爱和信任 充满了同情 因为 别人也曾经多年前给他种下了 所以今天才会有这样一个老人存在 所以整个文章就是一代一代的群 各有一个人的群影响对不对 就是我们把春风中到别人的心里 别人再把春风中到另外人的心里 整个社会是不是就充满了爱了 我想起了一首很老的歌叫 只要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 就是这种 这就是种春风 这个文章要写 这就是为什么春风是可以种的 就是这篇文章 好文章讲完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文章的结构 这个文章的结构其实非常的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继续文 一春 有名这个时节 因为整个文章是要讲种下美好的东西 对不对 那心里美好 正好外面的季节也是美好的 你认为这个事 真的正好那天就是一分吗 且不说这个事是真是假 假如是真的 真的那天正好就一春吗 肯定 为什么他要这么写 他为了达成的虚实结合 他就是写文章 就好比说 我的考试成绩变好了 出去之后 这个外面阳光明媚 照到我的心里 你跟这个正好阳光明媚吗 我编 但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为了对吧虚实结合 其实这是一样 你明白这个 然后他又去写春天发生了一个事情 怎么样 上几个老人 前三段 然后第四段 第五段 第六段 第七段 第八段 到九段 这几个自然段是我和老人发生了交集 前三个自然段是交代一个背景 交代一个场景 我碰到老人 我觉得他表示不信 到九段是我们发生交集 然后我们的观念发生了一个 第十段 开始是老人开始影响我 对 老人开始影响我 我影响我 到十五段 不知道你是我 我怎么样被这个老人真正的打动影响 他怎么样把春风中到我的心 十六段 是一个总结升华主题 第十七段 结合外面的春天 演出驻春风这三个字 把整个的主题 把一次进去 就是把这个好人好事 再一次进去主题意义上的升华 对吧 把春天种到人的心里去 把爱 把信任 种到人的心里去 这就是这个文章 前面的 不屑 到观念之间 这是一个铺垫 然后到整个的文章的主体 是从十一段到 十一段 九段到十四 刚刚讲的那个 对吧 我被老人影响 被老人感动 被老人改变 到第十六段 总结 到最后一段 生化 文章节 这就是在写文章 写文章是很有章法的 好 这是关于文章 我们就讲到这 后面的视频 讲这个 第一题 这读文章 从作者的角度 书里到的行为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题词 从作者的角度书 这是个什么意思 什么叫从作者的角度 梳理行文思路 意思就是 这个作者心里想 我要写点啥 我第一步要写点啥 第二步写点啥 第三步写点啥 第四步写点啥 这就是从作者的角度 去梳理文章的行为 而不是从读者 从读者的角度是讲 是指 第一段讲了点什么 第二段讲了点什么 对吧 那作者角度是什么意思 是我第一段想 而且说把下面内容 不是那种同时 说每个空 十个字来回答 哇 这个太狠了 每个空用十个字来回答 不能多 一个字不能少 你是不是觉得没法写 就怎么写 但是你要去想 还有一个人也觉得没法写 谁呢 出题的人 你怎么做标准答案 如果没有底下的这些东西 我如果只是 我把框里面这东西去掉 一二三四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这个题一定 没法做 为什么 你不知道这十个字是哪十个字 你怎么做标准答案 你做不了标准答案 你怎么出题 你来个标准答案 你来个标准答案 我都没有 你怎么去给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出题人 既然敢这么出 你将一定会有一个暗示 就是这十个字 是由什么来构成的 这个暗示在哪呢 暗示就在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个部分 其中第五个部分 有一个完整的距离 你发现它是一二三四 六七八九十 十个字 那你就去分析 这十个字的结构 就要仿照这个结构 再去弄十 就行了 跟模仿是一样 效仿老人 帮助他人 欣慰 好 这里面 有哪几个部分构成的 第一个部分是 对老人做了什么 比如说 我是效仿了老人 第二个部分是 老人做了什么 老人是帮助他人 四个字 第三个部分 欣慰是什么 是我的心理 所以你就知道 这四个孔全部都用同样的格式 你要注意第一个 第一个部分讲的是 我做什么 或者说我对老人做什么 两个字 两个字 动词 第二 动词是最好的 第二 第二个部分就是老人 对吧 老人 这两个字不要动 第三个部分 老人 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四个字 四个部分 我的心理 对 是什么 两个字 你看这是加起来是不正好十个字 第一个部分 我对老人做了什么 我做这个字 我做这个词 写出来两个字 第二 老人两个字不动 第三 老人做了什么 用四个字表示 第四 我对老人做这事的时候的心理是 你看 第一个就是 第一次见面 老人穿的破破烂烂的 我很嫌弃 你初见老人 初见是我做的动作 穿着寒酸是老人 描写老人的 老人跟老人有关的 我第一次看到他怎么样 我的态度是嫌弃 第二次是面对 这个面对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写帮助老人填写单子 这可能是我写的 帮助老人填写单子 或者是接受老人请我填单 也OK 请我填单是老人做的事吗 接受老人请我填单 或者说听说老人请我 证明证实老人长期住人 得知老人生活净况 这个稍微有一点 我写的话可能会写 老人生活窘迫 或者说困难 这些词 这些词都是我们通过分析 它给出的另一个结构 当然你只要符合这样的特点 具体有一些词 完全一样的就没有 这四个部分 我怎么着老人 这就是要题 这就是做题 这就是初级人思维 你要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出这个题 他怎么去给你做参考的 他怎么去给你做参考的 这个回答 这太难了 格式的好 你只要仿照满足了他的这个格式 是写的差不多意思 对的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读读文章第十四段 就是我的心阴影不安的原因 就是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 就已经想过了 对不对 读读文章第十四段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到十四段里 看我的心阴影不安的上下文是 我的心在什么情况下阴影不安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找到 我的这个感受的语境是 然后发生了什么 我的心为什么 前面告诉你 这个语境是那一刻 那一刻指的是哪一刻呢 就是我在得知老人生活 无比困难 却还每个月都在给人寄钱帮忙的 这一刻 我的心为什么不安 这个老人打动了我 同时我自己是什么 我自己是铁石心肠 后面他讲 所以他才来 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分两点 就是老人做的是什么 而我做的是什么 因此这两个人压起来 我不安 对不对 少了哪个都不行 那你说我铁石心肠 我铁石心肠我就不安吗 那别人都铁石心肠 我有什么不安 那你说老人做了什么特别好的事 我就不安吗 不一定啊 我也许也做了挺好的事 我有什么不安的 所以你必须得把这两个点都打出来 你做的好 我做的特别差 所以我不安 我就对了 所以你具体的答案就很简单 对不对 老人这个点跟我这个点 一点上都是要有对比的 老人的艰苦 但是他 我明明的非常的舒适 但是我却怎么样 然后有一个对比 这就是这个题的 四分也两分 然后文章内容 请你概括出老人是一个怎样 三分 而这个题 我觉得一般的同学都会怎么答 都会回答说 老人是一个 比如说 有同心心的 有责任感的 善良的 这个 对这个社会充满了爱的 这样的一个人 那我告诉你 你这么答题一定是要扣分的 非常扣分 你这个题三分 最多最多最多的两分 什么 有这么多 结合文章内容 你有没有结合文章内容 你的那个答案如果写成 老人是一个善良的人 是一个感爱的人 是一个感信任的人 你的这个答案是没有任何文章内容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答案那么显慧扣分 就很多东西我见了太多了 写阅读题答案的时候 随随便便写上两个词 老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三个词出来 给我三分 不是 为什么 题目里有句话叫结合文章内容 什么时候你可以那么答呢 如果这个题目这么要求 你就可以那么答 比如说 请你简要概括 老人是怎样的人 或者请你简要概括 老人的形象特点 就可以这么回答 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所有的答题的要求规矩 是出题的人给你设置在题目里面 而且我也告诉你 如果求稳的话 除非他告诉你有字数限制 除非他告诉你 用简要的词语来概括 否则你尽可能的使得你的答案 跟这个文章能够有一定的关联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道阅读理解题 这是这个题目是挂在文章后面 你的答案跟文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你答案能拿分吗 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对不对 就好比说 跟你讲说 说这做了一个美女 你给我说说这个美女怎么美 你说啊 这个美女气质好 长得漂亮啊 满头绣发 然后这个身材苗条 然后肯定是不合格的 为什么 随便哪个美女这样的 听什么说是对这个人的奸赏 换句话讲 你如果写一个很普通的 很格式化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话 我怎么知道你是对这个文章的理解 对吧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结合着 你是不是应该结合着这个文章的相关的内容去活 那更何况是这个题目里面就要求你结合文章内容来 这个题应该怎么答的 如果是我的话 文章里面的什么什么内容 说明它有什么特点 什么什么内容 说明它有什么特点 什么什么内容 说明它有什么 我一定会答三条 一定是这个模式 这是模式一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题有三分 我就推断它是什么内容 特点一分 内容里面 特点一分 为什么这个特点很简单 概括出来 让特点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模式 第二种答题模式是 我直接写老人的特点 一个词 文章内容 相关内容 或者写相关内容 后面写 第二个特点 相关内容 是什么 第三个特点 相关内容 这是我会去做的 有可能的两种答案 但是我觉得这两种答案 一定都是拿满分的 你只是表述的逻辑 我是不是结合文章内容了 结合了 我有没有概括老人 是怎样的人 概括了吧 三条 拿三分没有问题 这就是你用初题人思维 来做答案 但是我还有一个 我在写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这么写 为什么要一二三 因为我有一个月卷人的词 批权子的那个人 一定脑子里面想的是 这个人 这个题有三分 肯定我给他三分 他得第一 他得既有概括的形象特点 他又得有结合文章内容 你如果写了一大图 你说反正我在里边有文章内容 也有形象特点 你自己去找吧 反正我写了三条 你自己去找吧 你自己去分吧 他肯定很不爽 你自己写的再丑一点 就更不爽 但是如果我这么写 他是不是很爽 简直就是我想 我打瞌睡 有人送枕头过来了 简直就是我饿了一种 我想看三条 他就是一二 我想看特点 就是特点 我想看内容 后面就是内容冒号 这就叫月卷人词 你写卷子的答案的时候 你要写的让别人批你的卷子的时候 批的很爽 批的爽对你有什么好处 就是给你的分数高 这个意思 就叫我说的三种思维 这个出题人 作者也这样 最后一道题 结束文章内容 请对题目分分的理解 由此带给你怎样的启示 150净7分 好读完了之后 你看 你学习 要求结合文章内容 所以得结合内容谈 说说对题目 中春风的理解 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什么叫中春风 对吧 谁去中的 怎么中的 中的春风是什么 整个题目是什么样的 什么叫中春风 这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在读文章之前 看到题目的时候 脑子里面存在了那几个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 你需要结合文章的内容去写 是谁中了春风 这个中春风的中代表的是什么 是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别人 那这个春风又代表的是什么 是爱 是信任 对不对 谁向谁中了春风 把别人变得怎么样 这就是对这两个要求 但是完了吗 没完 还有第三个由此代给你怎样的启示 启示就是我们要怎么办 这是不是就是启示 我们应该怎么办 肯定是我们应该像里面 我们也要去做好事 我们要去影响别人 我们不要光看到冷漠的一面 我们要看到人是可以被改变的 要从自我做起 我们要巴拉巴拉巴拉 这就是由此代给你怎样的启示 对吧 然后150字以内 七分 那你不要抄了字 你如果不放心的话 就简单想一想 比如说我对中春风的理解 那中春风就是平分的老人 来想到了我 使得我也怎么招了 这个事你看看你大概能写多少 多少字 然后你看你剩多少字给启示 启示你可以写少一点 对吧 稍微小一点就差不多了 不要超过150个字拿起来 就ok了 七分就拿到手 好 我们看他的后面的评分标准是这样的 理解题目四分 这题目 但你要知道这个理解 结合文章内容的确定 起码能拿 理解的正确 拿了好 或者说光巴拉巴拉的 加奖 风风是爱和信 动物是用的 没有结合文章文理 没有讲文章里面讲的事 然后启示什么样 要怎么做 这个启示就是由这个重 进一步的讲我们 然后我他的字数要求表达很清楚 就可以拿到 那我再写这个 理解 然后启示 我为什么会这么写 就是因为 越决人 就是我会去写 我怎么让越决的老师更爽 更明白 看到说 但是一下就看到有理解有启示 而且这个字数呢 我尽量的就是 我只要不抄字 我尽量的会把每一行写的一样齐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 念语老师看字数 每行差不多 查一查第一行 二十个字 一共有七行 甚至我可以撒一点小语 就是如果我发现我的字数了 不要减少了 某几个字写的窄一点 显得不超过一百万 行 这个老师是绝对不会在拼带着的时候 一字一个字 所有的老师都是看大概 怎么看大概 就是每行多少字 然后 我写了几个 所以如果我真的发现我 我怎么删怎么改 我都 百六十个 那我会怎么做吗 我会把第一行写的宽一点 第一行的间距写宽一点 后面慢慢的在让别人不易察觉的地方 就逐渐的变得窄一点 为什么我第一行写宽 为了让这个老师在给我数第一行的时候 少数几个字 比如说第一行 我还写了十五个字 第二行我写了十六个字 第三行我写了十七个字 但是看上去都一样长 这个你能做到吧 他会怎么算 他会算十五乘以三 但实际上我已经我写出 写出了五十多 你明白这就是 这就是我说你在考试的时候的聪明 就是你可以去操作的空 对不对 这就是一卷 好 还有题吗 没有了 好了 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讲解 好了 我把记忆打开了 今天的讲解也就到这里了 课前的时候是 这个藤天昊同学 抢到了 下发 你好同学 多取 还有同学说声音小 今天这个声音确实不大 好像 那你们就自己把你们自己的电脑的声音调大一点好了 好的 一只蚊子跟我讲再见 你好 再见 好再见 好再见 声音 觉得声音太小的同学回头把那个把你们的在在在这个听回放的时候把你们的音量扩大一点啊 今天这个声音好像确实有点小 疼天昊跑哪儿去了 疼天昊跑哪儿去了 疼天昊 你找到疼天昊 疼天昊你回头要要点歌的话你就 去课程群里找我加我的微信给我私聊好了 我脸红吗 灯光的问题 灯光的问题 有点发烧 但是 不注意这么红 好 各位同学 白白了 李博西 周里畅 DNW说在哪儿听我唱歌 刚刚这个回头发到 发到课程群里去 或者我发到朋友圈里 我其实有一个唱八 我其实回头发到唱八里告诉你们我的唱八账号 好 我们先走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